俄羅斯過去一週持續轟炸烏克蘭 現在澤倫斯基也出面表示 烏國境內大約有三成的發電廠已經被摧毀 那麼澤倫斯基他是用恐攻來形容俄軍 這波空襲能源基礎設施的行動 現在根據外媒報導 俄軍最近是頻頻使用高精度的無人機 還有遠程武器來發動攻勢 而且背後提供的凶手就是伊朗 另外伊朗除了提供更多的無人機之外 現在還承諾會提供俄軍地對地的飛彈等等 就引發了歐美國家的不滿 但是目前伊朗跟克里姆林宮都否認相關的指控訊息